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好 那麼麥基是有一個 在服飾店工作的男性的朋友 對 那後來他的女朋友 去當直播主 他算是上班族 然後他剛開始 剛剛認識那個女生 就漂亮亮的嘛 然後兩個就是很相愛這樣子 然後是那女生 就是真的長得蠻較好的 然後就有被找去當那個直播主 然後慢慢地開始 常常就是他基點就必須要回家 因為要開直播 然後剛開始男生都可以接受 不過到後來就越來越誇張 然後甚至女生賺的錢 就越來越多了嘛 然後常常三關就不太一樣 比如說吃飯 女生吃不下就不吃了 可是男生就是會跟照以往一樣 會把他吃完 然後就覺得說你怎麼會開始 越來越就是不把錢當錢看 然後導致最後他們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就是分開了這樣 可是到現在男生還是蠻喜歡的 還是很喜歡的女生 只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們做了直播之後 可能賺錢比較快吧 然後就是價值觀 就會比較有一點點落差這樣 就舉例來說 我有一個朋友 他長得很漂亮 他是大學生 然後我們一起在吃飯 有一次就是在抱怨說 他有一個就是 就是說有一個粉絲 就是很噁心很變態這樣子 然後就說什麼情形 他就說那個粉絲他都在做直播的嘛 然後就常常會跟大家聊天什麼的 然後到後來那個男生 有一點會錯意的 把那個我那個朋友當作 像是他的女朋友這樣子 然後就說拜託 也就丟個七十萬而已 在那邊 我就說什麼意思 他就說他就是這兩個月 然後總共就是有抖內投了七十萬 我說這樣子很誇張 你怎麼會 我就覺得說你這樣子不太好吧 他就說可是他就說他拿到的錢 也沒有到七十萬這麼多 可是那個男生是可怕到就是知道那個女生 就是住在哪個 哪裡附近 然後上班也都知道 會叫外送去給他吃 然後包括他如果感冒的話 他會傳訊息給那女生的 周邊朋友說 最近幫我留意一下 他好像感冒了 然後他會說說他是他的男朋友 然後特別是有一次最誇張 是要畢業公演了 我那女生朋友在舞台上表演的時候 發現到第一排的座位區裡面 就是有那個男生 就是直接去看他表演 就是真的把他當作是女朋友這樣子 然後我很常跟那個女生去吃飯 那個男生還傳訊息給我說 你應該知道他是我女朋友吧 然後就說你再跟他去吃飯的話 我讓你混不下去 因為他出了七十萬 對 那我就想要觀察 這個男生到底是誰 我想看這男生有什麼狀況 想要幫忙 那女生就不小心按到追蹤 追蹤他 那男生說我沒有犯 你現在來追蹤 我是什麼意思 我就覺得天啊 這男生有點瘋掉了 就趕快把他封鎖掉 那Lala這個 你像你這樣的工作 有些人會特別給你這個 就是那個叫做什麼 賣 那叫賣點是不是 賣禮物 賣土內 這樣子 他們也會這樣子 這個認為你跟 你跟他之間的關係嗎 我遇到的狀況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我在直播平臺 就是會跟他們聊天 唱歌給他們聽 然後講一些很破爛的臺語 他們就覺得很好笑 就是我會 破爛的臺語 對 因為我高雄人 可是其實我很早出社會 我臺語沒有講很好 他們很喜歡看我這樣子 很好笑的狀況 他們就覺得好紓壓 就會對等的幫我就是充業績 因為我也沒有跟他們要了一 我們就是直播可能這個月 就是要充一個活動 那這活動充到 我就可以得到曝光或者另外加薪 那其實會願意支持你的粉絲 就會說好 那看你這麼辛苦 就會買一些 就是這次活動的禮物來支持你 因為希望你在這裡業績做得好 我就可以常常看著你 而且很多人都是知道 我有在做通告藝人 然後也有在就是做直播 然後我又有在賣二手衣服 就他們會知道我的狀況是斜槓 比較辛苦一點的 所以他們是換個方式來支持我 在直播間 那其實在直播間 我也聽到很多像麥基的故事 就很多女生是可能這樣 漂漂亮亮 然後真的會有人說 那我馬上刷你五十萬 你傳一張內衣照給我 對 確實會有這樣的關係 所以這些男生就會覺得 你們這些直播主 其實是可以用錢買一些我們想要的 你就將他五十萬匯過來 然後就傳宏偉的那個 我怕會被告詐欺 你基本上我就把他拉黑就好了 因為他這樣子看我 我已經很不舒服 那也代表他的人品跟格調 不值得我再投入在他身上了 因為我想要找的觀眾跟粉絲 是認同我 然後我也可以陪伴到大家的 就是大家當成一個是朋友關係 最支持你的人幫你做業績做到什麼地步 我兩年前曾經有一次 一個月是有做到五十萬 一個月單月收入 可是那個人我完全沒有見過他 他就是有 他就是聽我在節目分享 就是也是娃娃娃的節目 他就說你當席頭小妹很辛苦 然後他就回想到 他以前家裡也是開髮廊的 然後就有一些 心裡有一些不捨跟支持 所以他是這樣子支持我 然後我也沒有見過他 對 他就買了一個 那是什麼 帶你環遊世界那一種 然後那個禮物特效就超長的 因為你花的錢越多 那個特效就越長 我就想說天啊 是當機嗎 因為我第一次收到這麼多禮物 我嚇到 然後後來我就是想說 會不會是你送錯禮物了 我就去跟他說如果送錯 也不好意思 我也不能還你 因為公司會扣了錢 我拿到其實也沒那麼多 我也不知道怎麼還 然後他才說沒有啦 就是看你 看你從展場到節目 然後其實滿喜歡你 也透過這個方式支持你 然後他住在國外這樣 那五十萬你可以拿多少 五十萬喔 不方便說 每個平台 每個平台 是不太一樣的 不是 因為我覺得你因為娃娃娃而獲利 我們都沒有 原來是這一次好 下次請大家 請拿 拿差碼費 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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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不平 你知道嗎 那另外我們看 有一個網友說 自己跟女朋友在高雄共同買房 那高雄的房子比較小 他們貸款了三百七十萬 那原本預估每個月的房貸支出 是一萬三千塊 但雲朗後來只給二十年的貸款 可能本來是三十年的 現在縮成二十年 所以每個月就多出了兩千塊的房貸 那每個人 兩個人各處一半 等於每個人 每個人 個人要負擔八千塊 但是女朋友的月薪只有兩萬六 他如果去付八千 就只剩下一萬八了 一萬八一個人要生活很困難 他也擔心就是最後他繳不出來 那他就說那乾脆讓銀行 銀行法拍好了 那網友上網求助說 問大家要怎麼樣安撫女友 每個月只賺兩萬六 需要固定支出八千塊的房貸 那這個網友原本是以你在台南租 本來就要六千五為理由 說服女朋友共同買房 結果現在每個月要多出兩千塊的支出 讓他覺得對女友很難交代 這樣子 好 可是這男生一個月 其實收入是三萬三 那很多網友就說 你是男生你為什麼不多出一點 那老闆你會覺得他很小氣嗎 我覺得會 因為他如果真的只差那兩千塊 是你要求女朋友跟你一起買房子 對 那你多付一點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你的能力就是比他好 所以我覺得有能力多付一些是沒有關係 因為只有兩千而已 我自己是也有遇過這樣的例子 就我曾經有一個男朋友 對方家庭是有一點嫌棄我工作 他覺得不應該在展場拋頭露面 也不該上節目去講一些有的沒的 應該像傳統婦女回家就是要煮飯 我希望我的兒子是可以娶到這樣另一半 可是我就覺得 我不是他們嘴巴講的那樣子的女生 那我也很尊重我的工作 我就是做給他們看這樣子 可是他們還是一直很否定我的工作 那後來我跟這男朋友也交往了一年 他們就說可以在高雄買個房子 就是 對 有論及婚嫁這樣 那我們後來去看了房子 那他們也是要求AA制 對 可是我就會想你嫌棄我工作 叫我放棄我的工作 可是當要一起買房子的時候 卻要求跟我AA制 我有我的家 我要照顧我原本的家庭跟小朋友 那你不讓我工作 我又要拿出這些錢 跟你AA的時候 我就會去衡量這感情 我覺得你也沒有把我當成自己人 因為對方家庭環境是比我們家好很多的 那我就會想說你這麼有能力 那你不要我工作 又要我跟你AA制 我覺得這完全不對等 然後買房子又是共有 我就會覺得就像婚姻一樣 綁在一起 就是你一起買這間房子 如果萬一你們以後 真的沒結婚 還是發現兩個人完全不適合走在一起 你要去講這房子說 這個洗碗機我買是我的 這個柱子是我裝潢是我的 這要怎麼拆 現在有那個鐵工廠有在幫人家拒 我就到最後一定會撕破臉很難看 然後我又離過一次婚 我就覺得這不行 雖然雖然不是走到婚姻 可是我覺得一起買房 這真的是要想清楚 如果你沒有決定跟這男生走一輩子 真的不要一起買 尤其是又雙方各自要負擔的時候 你就要衡量一下說 為什麼對方比我有能力 嫌棄我工作就算了 還要我拿出跟他一樣的錢 我就覺得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 真正的愛其實就沒有那麼計較 對 不能那麼計較 好 實務上是有些人 感情正好的時候在交往 他們就共同買了房子 可是兩個人在分手的時候 那房子就變成非常的燙手山芋 很難處理 想請教一下馬律師 這個這個怎麼辦 其實像還沒有結婚之前 你要跟一個人買房 一定是有個關係 路人甲 路人椅 我跟你說你跟你兄弟姐妹都不見得 共同會買房 那你要跟這個女的買房 一定是表現 路人甲兩個人熱戀 不是 我說跟一個人 那一定是熱戀的關係 基於熱戀的關係 你想要用這個房子去綁住 把它綁住 或者是利用這個房子購買 代表你的愛意 這是愛的表現 那如果你是愛的表現 發現自己能力不夠 叫他出錢 那個女生 因為自己只有兩萬多 要多付六八千塊 他承受不了你的愛 他開始抱怨 那你還要 你發生的 還在那邊抱怨 我AA制 叫他多付一點錢 怎麼辦 女朋友 應該是說女朋友受不了 你對他的愛反彈出來 那你總要找事情 把它解決掉 所以兩個人 不管如何 男生出於這樣一個理由去 我姑且講你是愛 不好意思講說 你是想把他套住 把他綁住 這個前提之下 你沒什麼好抱怨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發現說房子繳不下去 那就趕快兩個人合意 把他賣掉 不用法拍 賠一點點錢 因為法拍的賠錢 賠比較多 你就可以把他賣掉 但是我相信這個男的 又捨不得 對不對 他可能認為說 好不容易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女生 可以幫我分攤 你是愛的 這是愛的表現好不好 請你把愛拿出來 愛對不對 把人家用愛表現 給人家愛以後 然後再上網那邊 PO發文說 那我不知道你到底是這一趟 為什麼要走這一趟 真的 洪偉像你都是一直是單身 那有女生會要求你 一起買房子嗎 他會要求我買房子 掛他的名字 那因為我的前提 就像馬律講的 假設我們在熱戀期 或者是已經過了一個 很穩定的狀況之下 想要成家立業為前提的話 我才會去考慮 要不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如果說你都還在熱戀期 你未來的狀況都還不一定 千萬不會 我絕對不會把錢混在一起 要麼就是買我自己名字 你也完全都不要 你就免費來住 要麼就是買你的房子 我心甘情願去做這些事情 那所以我也有交過女朋友 就是要求我 在他家附近買房子 因為我本來有房子 他希望我把房子 比較遠的房子賣掉 就買到他家附近 那問題是他家是在臺北 是非常精華的蛋黃區 很貴 一瓶的話八九十萬起跳 然後他要求說室內一定要三十幾瓶 一定要至少有三個房間 我算一算 起碼你要花到五六千萬 四五千萬才買得起 就算把我自己的房子賣掉 我變成我要背負貸款 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講 不是一個愛的表現 我們講到現實面 我覺得這個女生會去要求 我去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他不見得考量到我個人的因素跟能力 那我覺得真正愛你的人會一起去討論 彼此的經濟狀況 彼此的現實環境 要不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如果說只是因為衝動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那些愛都不會長久的 反而隱身的糾紛會非常非常的大 了解 那這個曼金你結婚了嗎 我沒有結婚 沒有結婚 AA制好不好 我覺得AA制好 因為現在的社會 畢竟就是男女平等 那假設說如果房子一起買的話 AA制的話說真的 假設說之後有發生什麼事情 女生也不會背說都是靠男人 就是買房子一人一半 我覺得這樣子很OK 因為就是我覺得後續的問題 就比較不會這麼的複雜 就是你一開始把話講得比較難聽 AA制人家會覺得說 哇 這男生很小氣 可是我覺得是到後來 你的後續就是解決上 就是比較不會這麼多問題 可是女朋友賺的比較少 你賺的比較多 這個就可以體諒他 譬如說他假設說賺的不多 那可能可以負擔個三分之一 或是四分之一這樣 就這都是可以談的 只是我覺得女生 拿出一點錢來 我是覺得到往後日子的話 假設說我狀況的話 女生比較不會被說話 對啊 你看假設說好 如果吵架了 男生叫女生搬回家呢 因為這房子是我買的 就是會有很多這樣的問題 我有個同事 他就是交往的時候 跟男朋友一起買房子 可是是買男生的名字 因為愛嘛 那這個男生有一段時間還失業 然後所以房屋貸款 家裡的開支都是他 結果有一天 男生可能是已經有女朋友 其實他自己都不知道 結果他有一天回去以後 門被反鎖了 然後他所有的東西 被裝在兩個大皮箱 放在門口 可憐吧 很可憐 對 然後他竟然跑來跟我借錢 因為他連生活費都沒有 對這樣子 所以這個婚前要共同買房子 這個事情 一時的愛意 這個還是要很小心 因為我是覺得夫妻之間 男女交往有夢跟愛 有時候他把這兩個連在一起 當你發現我們兩個的 買這個房子 利息攪不出來的時候 夢就破掉了 那夢就破掉 你會說那我還是人家愛 那大家開始為這個愛去爭吵 所以我說你們在結婚以後 最好是結婚以後 夫妻有了小孩 那個時候我覺得 你們之間的連結 比較強烈一點點 會有更多的體諒 如果還沒有一個正式的夫妻關係 然後就用夢 去把人家綁住 到時候 好啦 一點點錢出現 你們就會發現以後很悲慘 而且這個網友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AA式子 一人登記一半 我們是出錢AA 我還不知道登記在誰的名字 還有去銀行貸款 保證人的鞋在裡面 誰的名字 對不對 萬一開賣不夠 兩個都掛 兩個信用都不見了 那也妨礙了 你們以後各自要去找 另外幸福一半的基礎 對啦 銀行的房屋貸款 三十年不變 對 我們感情三年就變 三個月 三個月 怎麼 三個月 他繳貸款 繳到第三個月發現要多8千 三個月就開始吵架 不是就上網去分享了嗎 對 有些男生像那個 我剛剛講那個例子 就很無情 是 而且如果沒有寫 建民登記的話 就是他的 沒有 都沒有 全部他有官司 你找律師也沒有用 也沒有用 你開心到我 你會愛付出 我有金流 好 好